创世基金會舉辦慈善餐會 藝人楊佑南溫情開唱 你給我一心揮霉 我一心揮霉 楊佑南還不時走下台和植物人親友 志工們合影握手 展現十足的親和力 创世基金樂院勿換成功 创世創立很多年了 但是你們知道他們救過多少人 幫助過多少人 尤其在我跟他們合作的期間 我居然看到植物人醒來 還會要巧克力吃 然後會跟我打招呼 會跟我約定 下一次來要再帶葡萄的巧克力給他吃 這是在創世看到的 成立20周年的創世基金會分會 今年將消防安全設備升級 希望募集更多的安養經費 讓植物人朋友能夠得到更好照顧 我們的安養的全部都是完全臥床的植物人 所以一分錢不減少 那每月三百的話支持我們的尿布 還有我們的1650一日的安養經費 這一場慈善餐會邀請了地方社團 善心人士集聚一堂立委蔡思音議長 同志委出席活動 呼籲大家一起來做愛心 我想今天非常高興 能夠來參與創世基金會 20周年的募款餐會 有你生好的募款餐會 那是從有機會參與公共服務以來 就長期參與創世基金會的活動 也擔任他數次的代言人 那我想創世基金會最主要的工作 就是幫助植物人安養 那這樣的工作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需要有更多的好朋友來參與 所以我也非常感謝創世基金會 在這個部分持續不斷的努力 那當然這個過程當中 包括今天協助的主辦單位 北都飯店 他每次長期的支持這個活動 那包括基隆市議會 比如說吳化家吳會員或許多議員 也都長期的參與 那對我們來講 讓基隆有愛 大家一起來支持創世基金會的活動 支持植物人的安養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要讓社會更加的安定跟祥和 創世基金會看到今天大家 這麼多熱情的參與我們慈善基金會 代表了我們基隆人的善與循環 我想鼓勵更多的人來一起參與 這樣子來需要幫助的人 那最近創世基金會帶著植物人 來我們慶安宮拜拜 我覺得這活動也非常的有意義 那現在他們在這個防火需求上面 需要大家的幫忙 看到基隆人這麼多來一起來支持 我想非常非常的感動 尤其是我們北都大飯店的總經理 也直接提供場地跟餐會給大家 來幫忙 我想這就是一個代表我們基隆人 非常正面一個善的循環 我想我們鼓勵大家代表 基隆市議會也全力來支持 是我們創世基金會 藝人和地方民代力挺創世 希望能夠把愛心化成實際行動 邀請社會大眾共襄盛舉 幫助更多的需要幫助的人 記者黃少民就報到 謝謝 謝謝 感謝 好